大家好,我是阿金 带大家看一下鱼是怎样人工受惊的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看上去很简单 但实际上要经过很多的步骤 繁殖池里面的鱼交配完后 要用网把它全部打捞起来再检查一遍 如果没有成功就重复上一个动作 成功了就转移到绽养池里面 如果一次性全部自然的交配成功 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一条种鱼产的纸能够卖一两千块 大家觉得这样的收益怎么样 心心扑扑养一年的种鱼 就靠这么几天出鱼花赚钱 还要日夜的守护着真的很辛苦的 交配完的鱼还会受伤 所以要赶紧转移 毕竟一二十年的鱼 不是谁都能养出来的 每一条种鱼都是非常金贵的 你现在人的手机都不给你 几乎给你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你的任务完成了 快走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